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红了之后依旧不忘张碧晨 他们的友谊是娱乐圈的榜样 在娱乐圈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真挚的友谊常常显得难能可贵 赵丽颖 这位当红的影视明星 在成名之后依然不忘初心 与张碧晨的深厚情谊便是最好的证明 赵丽颖与张碧晨相识于威时 那时的他们或许还没有如今这般耀眼的光芒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赵丽颖凭借着自己在影视作品中的出色表现 一步步成为了备受瞩目的一线女演员 拥有了众多粉丝和极高的人气 然而地位的提升和名气的增长 并没有让他忘记曾经的朋友 张碧晨 作为一名实力出众的歌手 也在音乐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他那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 为众多影视作品献唱了经典的主题曲 其中就包括赵丽颖主演的一些剧作 两人在工作中的合作 让他们彼此更加了解和欣赏 也为他们的友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娱乐圈的工作繁忙 各自的行程都十分紧凑 但赵丽颖和张碧晨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们会在对方重要的时刻出现 给予最真挚的支持和祝福 比如张碧晨举办演唱会 赵丽颖即便工作在忙 也会抽出时间亲自到现场为好友加油助威 她会像一个普通的粉丝一样 穿着应援服 拿着相机 记录下张碧晨在舞台上的精彩瞬间 为她的成功感到骄傲和开心 在生活中 他们也是彼此的倾诉对象和坚强后盾 当一方遇到困难或挫折时 另一方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给予鼓励和安慰 这种在名利场中依然坚守的纯粹友谊 着实令人感动 赵丽颖红了之后依旧不忘张碧晨 这不仅仅是一种对友情的珍视 更是她个人品质的体现 她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 真正的友谊不会因时间 地位的变化而褪色 无论自己站在多么高的位置 那些曾经陪伴自己走过岁月的朋友 始终在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他们的友谊也为娱乐圈树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 让人们看到了在这个充满竞争和诱惑的环境中 依然有真诚温暖的情意存在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赵丽颖和张碧晨的友谊会继续延续下去 成为彼此人生道路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2.赵丽颖六年后归来 凭一亿荣获百花最佳女配 她的精彩表现值得名 赵丽颖最佳女配角的夺得 无疑是备受追捧的实力派女星的一次亮眼亮相 她凭借在电视剧《第20条》中的精湛演技 众回一幕 一举夺得百花奖最佳女配角殊荣 这无疑令人为之动容 在这部作品中 她饰演的角色好秀平 是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小人物 她将这位普通妇女的内心世界刻画得入目三分 细密入微地挖掘出了这个角色的内在情感 令人叹服 这种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把握 正是赵丽颖多年积淀的出色演技所致 相比于一些靠形象和流量吸睛的明星 赵丽颖自出道以来一直脚踏实地 专注于每一个角色的诠释 她并未刻意追求商业价值最大化 而是始终坚持对角色的深入研究和塑造 正是这种对表演本质的重视 使她得以在演艺道路上不断精进 收获了观众的喜爱 人们往往更关注明星的外表和流量 却忽略了内在的演技修养 但照丽颖的获奖 再次证明了内在实力的重要性 她不是靠流量圈粉 而是凭借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扎实功底 不断完善自己 在关键时刻为大家呈现出令人惊艳的作品 这无疑是对演员专业素养的一种肯定和鼓舞 在当下娱乐圈演员价值被过度商业化的情况下 赵丽颖的获奖无疑为演员回归本真的努力提供了一个正面鼓舞 这也意味着 观众对内在实力的认可 将成为推动行业健康发展的一股新力量 赵丽颖此次获奖的作品《第二十条》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社会的一些现实困境 剧中所描述的普通人家庭的生活状态 体现了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 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反应 也让该作品增添了不少价值内涵 从某种程度上说 赵丽颖此次的获奖 不仅是对她个人演技的肯定 也反映了观众对于演员应该具备的专业素养的期待 在娱乐圈追求流量和商业价值最大化的趋势下 能够坚持专业水准 用真挚的表演打动观众 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这样的获奖经历 也为其他演员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演员应该摒弃那些利用流量圈粉的做法 而是专注于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准 用真挚的情感和扎实的功底来打动观众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获得观众的认可和尊重 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流量和商业价值上 在观影人群中 赵丽颖的这一获奖无疑引起了广泛 更关注和热议 有人认为这是对演员专业精神的嘉许 也有人认为这反映了观众对真实表演的向往 不同观点的交织 也昭示了观众越来越重视演员的内在修养和专业素质 你认为赵丽颖的获奖对于演艺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观众在关注演员时 是否更看重其内在的专业水准 而不是单纯的外表和流量 欢迎分享你的独到见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